讲完复射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呢? 以及最大我们经常用的手机的复射如何避免之外 现在就要讲一下在家中或者你上班的时候 面对的复射的电器各样的用品 我们如何去减少它的伤害呢? 首先我们讲一下家庭中我们的电器用品 首先不要把它集中放在一个地方 除非你的家庭比较小,这个没办法 如果不是有可能的,你的电器、收音机、电视 或者其他的冰箱、电脑 不要集中放在睡房里 否则你这个超量的辐射 就会令到你吸收了更加多的辐射 就对你的身体不好 第二样东西就是尽量离远一点 这个用品当你需要用的时候 保持一个好一点的距离 因为我们有一个安全距离的时候 就是代表你所受的电池复射是越少的 就像看电视这样 最少有4-5米的距离 这个彩色的电视机对你的影响就会减低一点 就像那些日光灯 有很多人喜欢照射的 这些这样就是要2-3米的距离 至于我们开个冰箱的时候 最好都是保持有半米的距离 除非你真的要迈去拿东西 如果你只是上开来看看 就保持远一点好一点 特别是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很多朋友很心急的 一按了按键就 等到它停了之后 它那5下都没叮完 你就开了 这个是很危险的 而且其实应该当你按了开关准备的时候 你最少要退后1米 这个距离就是减少了辐射 但很多朋友都不是的 就站在旁边等 好了完了 那5下都没叮完 它就立刻开微波炉的门 这个是很危险 希望大家以后都不要这样做 而我们用吹风机的时候 最好都保持5厘米的距离 而那些电磁路 就要保持40厘米以上的距离 这些比较安全一点 第三 除了距离之后 就有个时间 我们用它的时间 最好是越短越好 有研究显示 电脑显示屏周围的尘埃 含有大量的微生物 和一种叫灰尘粒子 如果你长时间看电视 或者看电脑 会令到这些微生物和灰尘 黏住我们的皮肤 导致面部都会出现 这些疹疹皮肤病 而即使这些电器的辐射 不是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的时间长久 对着这些小量的辐射 都会造成一个身体的伤害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用电视 或者电脑需要较长的时间 最好每一小时离开一次 就用望远一点的地方 令到你的眼睛 或者闭上眼睛 可以有个减少眼睛的疲劳 而令到眼睛所受的复射液 也是减少 有时最好是洗洗面 就可以把这些灰尘粒子洗掉了 第四就是我们用完很多朋友 是不懂电脑 或者是不懂手机 那由他继续着 其实所有不用的电器 一定要关上电源 有专家还提起 最好你连插烧也拔掉 如果比如说一盏灯 你关掉它 但是如果外出的时候 你最好连一盏灯的电源 电插烧也拔掉它 这样就会减少大量的辐射产生 因为你不是在用 你正在通电 它也会产生辐射的 第二样东西 我们就是 如何利用我们身边的物品 去降低我们要面对的辐射 第一样东西就是水 水是吸收电磁波最好的介体 我们在电脑旁边放一杯水 去吸收电磁波 我们也可以在电视旁边放一杯 当我们用完电脑 或者看完电视 最好洗下面 那就可以减少电磁波的 辐射的不好影响 同时那些粒子 都可以帮我们洗掉 第二如果你是有这个工作方面 有需要的呢 最好有防复射的服装设备 因为有些工作人员 是在那些诊所 和别人做X光等等 这些呢 虽然它是站在屏幕后面 但是有时它走来走去 它都会有这个接触到的 所以有些是真的 穿着一件防复射的背心 这样的 那如果你家里面 环境的方便 是可以许可的 而住的环境是很多 幅射的 你真是连窗帘啊 玻璃啊 你都要是用幅射 防复射的那种 那就可以减少 这些幅射电池的滋扰了 那你电视机 你可以用一个防复射的屏幕 那你用电脑的时候 它有些是可以安装是圆玻璃制的 那这个的屏幕呢 可以防止这个电脑的辐射减少 同时你可以背戴一些 特别防复射眼镜 这个来到是看电脑 那你的眼睛一来不会有那么累 二来也不会有那么多 幅射的影响了 那这些设备呢 是视乎你自己的一个环境 和你工作的单位上面 有没有这方面的设备供给你了 那很多朋友呢 都会有去搭飞机啊 那你在飞机里去旅行 如果短程都还OK 如果长程你整十几二十个小时呢 你接受的辐射量就很高的 同时呢 当我们去做完检查 很多X光啊 这个试刺 这些的辐射量是很高的 那我们怎样去清除呢 我已经和大家分析过很多次 就是用小梳打粉一磅 海盐一磅 然后将它融在一个浴缸 半干的暖水里面 那你就坐在那里 就将它是淋 由头淋到它的身那里 淋二十分钟 这样呢 是可以去除你身上的辐射 还有你特别是化疗的朋友呢 他面对很多这些毒素辐射呢 你每个星期做化疗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次这样的 这个的小梳打粉 海浴盐 就算你停了化疗之后呢 那几个月都每个星期做一次 那就确保你身体上是更加减少 就是要辐射的存在了 那第三点呢 可以用食物降低辐射的 那因为这方面的效果都挺有帮助的 你可以吃多些维生素A 维生素C 和蛋白质的成物 像红萝卜 白菜 豆腐 牛奶 鸡蛋 特别是海大 这个是很强抗辐射的能力的 随时呢 也可以喝多些茶 因为茶叶里面的茶多酚呢 这个物质是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的 可以清除人体里面的养殖油肌 这样就可以达到抗辐射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 那所以呢 最好在你工作期间 或者在家休息的时候 看电视呢 都是喝杯绿茶 就可以减少辐射对人体的伤害了 那希望提依这些方法 能够帮助大家 减少这方面的和害啦 谢谢大家 请多多多找个温柔 Guinea 薄草 西部 2012 9 2 2 1 2